其實我人生不能失去這件樂器 它跟我好像一個共同體 當我沒有這件樂器 就好像我的身體缺少了一部分 我握著它 就是一個大家所認識的Bruzzano 我們先聽一下表演吧 好,我現在… 我不用看你們 因為我現在在拍攝外面 我叫Rozano,這是文名 中文名字是羅偉諾 我吹這件樂器 英文名字是尤封尹 如果要翻譯中文 一般會叫上筆音號 或者始終音號,也有人說 我是小學生年級 八歲時開始學習 直到現在,直到大學時 我都讀了音樂 現在來到英國 就是讀我的尖士學位 好,那你可以隨時開始 原本是你平常嗎 你平常是大學時 平常有人在野大學時 我在餘的地方 你平常是健康的 支援才對 你平常是在社交網上 你為何人會藏著我 可以觸碰自己更多 我不知道你是否一樣 拿著耀風鈴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些東西抱著 那你的自信心是… 安全感更多 對,沒錯 我以前開玩笑時 我也是抱著吉他 到我出道後 最初要拿走吉他 我不知道怎麼辦 對… 你很沒安全感 所以那是變成你的一部分 然後你有他就覺得很安心 那種感覺,完全明白 當我在舞台上演奏的時候 我通常會抱著樂器 我覺得我和樂器之間的關係 都會給我很大的安全感和信心 讓我可以很舒服地在舞台上 演出我的音樂給觀眾聽 我現在這樣看 我覺得耀風鈴是一個非常精密的 類似火箭炮的東西 究竟他是怎樣吹奏 或是怎樣吹奏,可否介紹一下 其實你看到它有四個按鈕 上面有三個按鈕 下面還有一個按鈕 透過吹嘴 其實是兩部分,吹嘴和樂器 我們放進去 它的發聲就是透過嘴唇的震動 令樂器有聲音 透過嘴唇的震動 但不是透過氣嗎 對,即是你吹奏出來的時候 嘴唇震動會發出一個這樣的聲音 類似… 對,樂器就像是一個放大氣 令聲音可以投放出去 給觀眾按鈕 那你按鈕,它也會調節到哪個位置 對,其實你看到每個按鈕 都會對應一條管 所以其實你按鈕 就是透過改變不同管的長度 令它有不同的音高 這些管的複雜位置 真的有必要這樣做嗎 對,沒錯 它會計算過多長度 便可以得到一個高頻率的音高 Eufonium在同管樂器的家族中 擁有一個很溫柔的音色 所以它演奏一些獨奏的歌曲 或者其他柔和的音樂 它也很適合 它亦在同管樂器的家族中 被人以為最接近人聲的同管樂器 你可否示範一下 如果夠氣和不夠氣 吹同一個音,它的不同是怎樣 其實一個音很難說是否夠氣 但我們可能要學會放鬆 如果你很有經驗,吹了很多年 你很放鬆吹一個音的時候就會… 吹在第一下的時候 我會聽到郵輪的聲音 然後我有個畫面,我看到大海 你會聽到聲音比較飽滿 但如果一些初學的小朋友 可能他們不懂得運用嘴唇的力度 可能就會… 會有些… 扁了嗎 對,比較扁的聲音 你有沒有想過回到香港 繼續宣揚這個樂器 去搞這個樂器? 其實會的 這也是我的願景 因為這個樂器始終在香港比較冷門 但其實它可以發出一個很動人的音色 而且它也是在童館樂器中很動聽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 除了很普遍的鋼琴、小提琴 也可以認識這類童館樂器 尤其是幽默套 謝謝 你是第一次在香港巴士 對,是第一次 你之前在英國巴士過一次嗎 對,在英國試過一次 感覺如何 沒有特別大的感覺 因為是第一次試,所以不太習慣 對,英國那次沒有甚麼人遺憾 反而香港,我覺得人們會新奇 會停下來看 我覺得是特別的 因為我通常在香港看Busking 或者自己Busking也一樣 都是一些跳舞,即是結他 可能有些人會拿卡康 或者彈鍵盤 但如果是玩經典的音樂 我真的比較少見 所以如果是我看見,我應該會停下來 而且待會你會很帥氣 拿著Yofone人在海邊吹 很帥氣 我看到今天也多人 對,也多人 也很開心 待會你別管其他人 你自己做自己的事 瘋狂吹就行了,好聽 雖然Busking是極度殘酷的一件事 當你好聽,人們就會停下來 別聽,人們就會直接離開 但不要緊,Busking是為自己 自己開心,自己喜歡音樂 所以你和你的Yofonia 在這個美麗的地方 談一場戀愛吧 加油 好,謝謝你 我轉身過來 好,謝謝你 高興做心 自彈自唱 其實對於普羅大眾 的接受程度將會比較高 可能大家都在電視上 或日常生活都很容易接觸到 但可能一些純樂器的演奏 平時只不過大家一定要在音樂廳 才會聽到 所以大家接觸機會較少 看到的時候 相對的吸引力也會沒那麼大 自彈自唱 始終吸引力會比較大 可能走過的徒人 看到也很容易被吸引 停下來聽兩句 如果不是明星、不是很有名的樂手 你覺得Busking是否反而是因為這樣 沒甚麼人會走過來看 對,我覺得是 雖然我也很想把我的樂器推廣 給不同的人聽 但始終畢竟古典音樂這件事 好像是屬於音樂廳裡的表演 大家需要入場 在一個古典音樂廳裡欣賞的東西 可能把這件事帶出街頭的時候 反而可能接受程度 就會無想像中那麼高 你覺得在英國玩這個樂器的風氣 跟在香港有甚麼分別 完全不同,分別真的很大 因為英國的童館樂團的文化 是很盛行的 而童館樂團的Eufonium 就是一個很重心的樂器 所以在那邊,這件樂器 一點也不滿意 但為何當初會選擇 去英國那邊再進修 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樂器 如果你想去深掃的話 英國真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因為在那邊,這個樂器很備受重視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其實跟我一起去英國讀書 我是Jan,我是拉大提琴 我玩了大提琴20年 我們兩個是玩不同的樂器 我吹耀風鈴,她就拉音樂 但除了樂器的課堂之外 我們也會有一些樂理 其他課堂會一起去上 所以變得多時間會一起相處 也不記得是誰聊誰聊天 應該多數是我 因為她的人太酷了 我也不知道她為何之後喜歡我 有一次我… 其實有一本音樂書 是大提琴練習曲的 要買,但我不捨得買 因為其實音樂的正版書很昂貴 其實網上有的 但我沒有想過她特意要印刷 當時在籌像 究竟如何才能買到正版書 我發覺她有一天拿了一本 她印好、釘好的練習曲給我 七十多頁吧 對,然後釘好、釘好 然後我很感動她 還沒有 感動的地方是… 她不是隨便… 她用錢買一本真的 給我便可以 正版便可以 但她選擇花時間去印刷 釘好、釘好 給我這本 難得找到心愛的音樂 又找到心愛的人 就和你們玩一次緣分遊戲 讓大家更了解兩位的音樂情人故事 我們設定宿題 在高度上,要求索錢 才能進去看你的表現 是乘桌的 那間餐廳 在西螢盤 當時我被邀請參加一個慈善表演 例如是籌款 當時她知道了 很想來看看,行不行 但她好像要捐錢 還要有個身分類似是… 捐了錢才可以入場 或是當作買那張票 所以我當時拒絕了 他說不要,很貴的 你要付很多錢才可以看 但我知道當時這是一個私人活動 不是一個公開的表演 我在想怎樣去支持他 我便上網找回這個活動 我發覺原來可以透過一些捐錢 你便可以進去 當時我沒有告訴他 我便捐了錢 以一個所謂善長人翁的身分 我便參加了這個聚會 當時在台下看他的表演 便給了他一個驚喜 我沒有想過他會來 但最後他竟然在我表演時出現 所以我便很難忘了 當時很難忘之下 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跟蹤狂 因為我明明已經不想他來 因為我覺得… 我一來跟他不熟以來 我覺得一個當時不喜歡的人 突然出現了 其實我會很害怕 我當時打算給你一個驚喜 因為我知道這些類型的演出 應該除了我之外 你也不會特意叫其他人來 或應該也不會有其他人來 所以我打算以示 我對你有多支持 以及你每次表演 每個有參與的活動 我也很想在台下見證 鼓勵你 所以我覺得… 雖然你說得很難進來 可能要認識別人或捐錢 但我覺得怎麼會沒辦法 總會有辦法 我就上網找了一些辦法 上流社會才能進來 我就成為了上流社會 所以我就來支持你 這麼難嗎 有否提起過 可能有的 不過我真的忘記了這一刻 我覺得他… 他…真的… 真的想不到,慘了 我現在想到的地方是… 雨景灣 沙灘 還是在哪裡 沙灘 雨景灣的沙灘 是 我會選擇去迪恩湖 好,看看你們能否遇到 好 好,出發 你現在有多大的傷心 你覺得Jan也會選擇去沙灘 兩成 成很低 是 為何這麼低,你也會選擇沙灘 還是你現在轉 坦白說,就算轉… 也是兩成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命中率的機會太低 因為他和我都喜歡看海 我們以前在英國生活的時候 也很少機會看到海 而且也有一首歌是我曾經推介給他 去拉 我覺得如果要在一個有海風 有海灘的環境下 去玩那首歌 我覺得氣氛會不錯 聽起來應該會很浪漫 我在車程期間才想起 他最近有說過 想和我去山頂走走 因為他… 他有學生在那邊 他經常說那裡很舒服 我們又很少會上山頂 所以我覺得這裡反而挺大機會 很可惜,可以告訴你消息 阿Jan真的不是來這裡 如果你想知道他去了哪裡 不如你打電話 問問他現在在哪裡 現在打嗎 對 好 你有多少成的信心 你們會在這裡相遇嗎 一半吧 五成 五成 好,其實剛剛等了10分鐘 是 現在剩下多少成 三成嗎 三成 喂,我是… 聽到嗎?聽到嗎 聽到 你在哪裡 我想問你現在… 對,我也想問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迪欣湖 你在迪欣湖嗎 對 也很接近 是嗎?你在哪裡 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欣澳地鐵站 欣澳? 對 機場嗎 你本身是想去哪裡 我本身是想去余景灣 余景灣 對 欣澳而已 好,為甚麼去欣澳 因為欣澳才可以乘車去余景灣 所以現在就停在欣澳 為甚麼會去余景灣 因為… 因為想在那裡可以為你高歌一曲 來到就省他吧 他跟你說過,想去余景灣 其實很少有問題 他說那裡很厲害 通常是外國人居住那裡 然後有海灘 但為甚麼他又想不到迪欣湖 對,我先問問他 等他… 迪欣湖應該很正常 你好 你們兩個眼睛 好的 我明明記得你經常提迪欣湖 以前說我們拿著樂器在拍攝 對,這就是重點 因為你那天沒有樂器 當你沒有帶著我琴的時候 我就馬上已經排除了迪欣湖 如果你今天帶著樂器來 其實我便可以很快地踏迪欣湖 但因為你今天沒有樂器 我就覺得根本成立不了 我們經常說想來這裡做那件事 對,所以我沒有選擇到這個地方 除了余景灣之外 我剛才有想到的就是山頂廣場 就是因為最近他有向我提到 想在山頂走走 對,這是其中一個我想到的地方 對 Jane呢 我想到醫館 醫女洗髮體的館 因為你接下來有場表演 對,沒錯 即是你也有想過醫館嗎 我沒有想過 好的,我以為你… 接下來你也會叫我去看 可能你說最想跟我說是醫館 我會叫你去看 有一首歌是我曾經推介給他 去拉的 叫做《兩個太陽》 我很喜歡這首歌 亦是帶提琴拉的 所以我那時候介紹了這首歌給他 讓他也可以拉一下 我覺得氣氛是不錯的 聽出來應該會是浪漫的 其實我很開心的是 我在讀香港演藝學院的期間 認識了我的女朋友 一直以來在這七年主修音樂的旅程中 一直有他的陪伴 我覺得是很幸運的一件事 我想跟他說 無論有多少人都不欣賞他的音樂 我都會這麼欣賞他的音樂 第一次在戶外聽 感受就是他之前一直叫我拉 他替我搬走,但一直沒有做到 所以現在聽到 也有一個回憶 會 會 外聽好像跟大自然融入了 還有他這首歌叫《兩個太陽》 今天太陽這麼猛 就像我兩個太陽一樣 兩個人,大家相愛 大家在溝通的語言是一樣的 一起做一樣的事 在同一時間進行一件事 有多少人夢寐意求可以做這件事 很想自己有一個這樣的另一半 可以跟我分享這些東西 如果可以在學習樂器 或者追求自己喜歡的一件事 例如音樂的時候 你找到你的同伴 就是你的另一半 而另一半又跟你有一樣的喜好 這是一個極度好的一件事 我很想像 你可以每天在拍拖的活動 一起合唱歌 挺開心的 兩個人互相提點 互相扶持,互相進步 我覺得這件事是超級健康 而且很好 因為這件愛戲的確是我的興趣 但是你將一件事變成… 即是你的職業 你可能會面對很多壓力 很多不同的要求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會產生了一種負面的情緒 令你本來是興趣的東西 變成了壓力 所以我覺得我會拿一個好的平衡 我會一直玩下去 我會在我保留著熱情的情況下 我想我會一直玩下去 直至我真的已經不用再玩為止 我會一直玩下去